那明老师刚刚看到的是种种迹象显示 中南海内部派系的路线跟斗争 可能更加的剧烈 那华盛顿的状况也是这样 特别是拜登现在对内对外的处境 显然都相当的困难 那个阿富汗撤军撤的不漂亮 当时我们就说拜登一定会出问题 那这样果然出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就说他要像补破亡的方式 就是要加强讲重话等等 然后他选择讲重话的地方是台湾问题 这个事情在台湾现在闹了几天了 蓝绿也因为这件事情也纷争不缺 我们来谈一谈 8月19号就答得很清楚 拜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就被记者问到 他说你这次阿富汗撤军撤的这么不漂亮 那我们到底国际上还能不能相信你美国 特别讲的是说台湾能不能指望你美国 拜登当然很快就回答 他说我们对于第五条 我来讲解释第五条 我们对第五条做个神圣承诺 就如果有人去打我们的盟友什么等等 那我们就一定会做出回应 那补充了三句话 日本也是韩国也是台湾也是 好那什么叫第五条呢 简单说就北约的盟约里面 就北大线约组织盟约里面的第五条说 每个成员国对于针对任何成员国的攻击 要视为对自己的攻击 所以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呢 当然就是几家欢乐几家仇 台湾的反应非常有趣 绿营的朋友出来讲说 美国总统讲了 将来美国一定会协防台湾 蓝营的朋友出来讲说 这是拜登失言 所以绿营呢不要自嗨 其实两边呢都有讲对的部分 但两边呢也都有所失 在澄清这个得失之间呢 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 很多人说拜登这样讲话呢 背离了他过去的战略模糊的这么一个原则 好 什么叫战略模糊 我们过去讲过 我们再讲一次 简单说就是美国对于中共打台湾 他到底要怎么回应 他不跟你讲清楚 就中共打台湾了 我美国出兵还是不出兵 我不讲清楚 我现在不讲清楚 到时候再看 这叫战略模糊 什么叫战略清晰呢 就是我现在就讲清楚 到时候中共来打台湾 我一定出兵或一定不出兵 这叫战略清晰 好 那大家就想说 你为什么不讲清楚呢 因为现在很多美国人讲说 你因为不讲清楚 中共想这个要要欲试什么等等 其实美国不讲清楚呢 他的逻辑很清楚也很简单 他是一个双重贺阻 因为对他说 他的逻辑是我要避免战争 尤其避免跟永和 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爆发战争 那么中共又大又拥有核子武器 所以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爆发战争 不愿意爆发战争 不是说我不敢跟你打 而是我不希望爆发战争 那么但是我有 我的利益要保护的话 我希望阻止战争 或是嚇阻战争 嚇阻战争呢 如果再从台海来看的话 我们这样来看呢 刚好是两面 这边是大陆 这边是台湾 所以双重贺阻就是 我一方面要贺阻中共打台湾 但是如果说台湾知道 说你有这张牌在这里的话 那我搞独立或搞什么 就引得中共来打了 那么美国要不要介入 美国可能要介入 所以美国现在就要双重贺阻就是 我既要贺阻大陆又要贺阻台湾 既要贺阻大陆又要贺阻台湾 这双重贺阻要能够达到这目标的 就只有战略模糊 就是我现在就不讲清楚 到时候你们自己看 所以中共你要动台湾以前 你要想三四次说我到底要不要动 因为美国会不会介入 台湾如果要冒险说我要搞台独 我要想清楚说我到底要不要搞台独 其实台湾搞台独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我真的要搞台独 第二种是其实我想反共大陆 但是我要讲台独 然后让你美国卷舰 然后用你美国力量去打中共 所以它是两个逻辑 好了 那么现在讲清了之后 我们再看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就是拜登讲的话 其实还有一个大环境的影响 我们这个节目大概讲了一年多了 我们说中共犯台的可能性比过去要大 但我们不说马上要发声 只是比我们过去几年前想的要大很多 第一呢 从各种情报来看 它非常认真 譬如说它把大型的渡轮修改了 变成说可以登陆的船舰 让它各方面武器的准备也非常多 然后对台湾的窥次也多了很多 所以大家看了之后都很担心 我记得主持人前几个月 讲过说经济学人在刊物上讲说 台湾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 倒不是了 只是说危险性升高了 但是呢 中共对台湾的动作频频呢 是大家都看见的 好 那现在美国担心什么呢 美国担心说你真的会误判 第一就是疫情的问题 我搞了这个火烧没毛 好 现在咱慢慢平息下来 然后你会判断说我美国是不是变弱了 第二 我阿富汗这个事情要搞砸了 阿富汗这个事情搞砸了有几个层面 第一 我打了20年 没有把这个塔利班整个打掉 所以人家就说美国不行了 第二 我撤军撤得很难看 所以你觉得我不行了 第三呢 你根本就觉得说 我拜登这团队领导无能 所以才会出这问题 所以就怕说你看了之后 你得到错误结果上形成误判 误判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当中 常常是引爆战争的一个核心因素 所以拜登很担心说你因此而误判 而刚才你前面引用说 很多人讲这讲那 也就是怕说中共误判美国而做什么什么 南华找报今天追踪拜席会可能直接破局 而中国内部传出来 过去习近平嫡系的自将新军人马周江涌落 这可能意味着中南海的内斗更加的剧烈 那事实上华盛顿跟这个北京的掌权的当家的 都面对很大的内部斗争跟政治的压力 所以这里头会不会有误判 或者北京会不会误判 对台湾的这个战略跟战争 确实是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 对 就像你这样图上面显示的 这个前国安顾问就讲这话 那事实上更早的国安顾问 来一次也讲过类似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现在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那美国就是不同背景的不同党派 甚至不同时间点的人都说这话 说明点就是美国的朝野 乃至已经退休的人 对于中共的危险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那么所以回到刚刚讲的话 就是拜登之所以讲这话 另外背景就是 中共这几年的作为 大大刺激到美国 逼得美国必须修改对中共的战略 我们去讲几点 我们过去讲过的重点 第一 美国对中共的围堵圈 第一 扩大了 第二 加强了 第二 美国针对台海的情势 多次发言警告 不但自己发言警告 还纠纵发言警告 北约出来讲 欧盟出来讲 美日安保出来讲 美日四方会谈什么讲什么等等 大家都出来讲 所以多个国家针对台海情势发生警告 然后美国又纠纵了 在台海附近 在南海举行了海军演习 这些即便它在南海 但是针对性都非常强的 那大家就讲说 你只要是我们认为 你中共的各种行为 影响到了以国际法为基准的国际秩序的话 那这件事情我们是不能容忍 好 再来就对台湾的军售 过去川普时代是一批又一批 那现在拜登时代也已经开始了 那简单说 拜登刚刚上台的时候说 我跟中共有三个面向 第一是要合作 第二是要竞争 第三是要对抗 各位看到这几个月下来 对抗大于竞争 竞争大于合作 所以那现在就引发了第二个问题 拜登为什么这样讲 我们刚刚第一问题说 拜登是不是背离了 他这个战略模糊 严格说没有背离 我们等一下再解释 第二问题就是 拜登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不只是拜登这样讲过 过去小布希也这样讲过 小布希刚刚上台的时候 人家记者问他 还讲说 我们会竭尽所能地防卫台湾 台湾当时也是一阵大喜 就后来过了几天之后呢 国务院赶快纠正他说 总统先生你搞错了 我们不这样说了 他说我说的不对吗 因为大家都晓得说 小布希的英文不好 所以就纠正他 他就说 你应该这样讲 我们会竭尽所能地 帮助台湾人民 防卫他们自己 不是我们跳下去防卫他 拜登说这样子 对不起 小布希就是这样 他就修改了 所以大家现在问他说 拜登是不是失言 他严格说他不是失言 为什么呢 我们先问两个问题 第一 两国之间如果有条约的话 有一个国家被打 另外一个国家一定会去协防吗 不一定 对 第二种情况 两国之间没有条约 一个国家被打了 另外一个国家一定不会去协防吗 也不一定 换句话说 有条约不见得会协防 没有条约不见得不协防 所以有条约没有条约 不是最后的决定因素 最后决定因素是什么 我要不要来帮忙 我要不要去帮忙 关键是说对我有没有利益 这是最简单的判准方式 所以大家在台湾吵了半天 其实要想清楚一点 就是台湾对美国 究竟有没有利益 有多大利益 如果没有的话 那所有争论都不用讨论 不用再谈了 如果利益搭到一定程度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 所以简单说就是 这两种现象 我们在利益上都看过反例 那么核心的考虑就是 到底有没有利益关系 讲到现在呢 我们大家的答案就比较清楚了 严格说呢 拜登没有施言 他在做什么事情呢 第一他当然在补着 阿富汗这个撤军难看的破网 第二就是 他的确表达一种可能性 表达决心 也就是说万一那天来的时候 我可能会这样做 但我讲完之后呢 又有高官跳出来 不具名地曾经说 我们美国对两样政策 并没有改变 我们还是战略模糊 所以意思就是 我又把这平衡回来一点点 那么他的意思呢 我再讲一次 其实过去讲过 他就是要嚇阻中共 对台湾发动战争 但是讲完这句话之后 我还是要提醒一句话 不管怎么样 即便是失言好 他把台湾等同于日本 等同于南韩 等同于北约盟友 仍然是有意义的 中共听这句话 听得非常清楚 台湾人也不要搞错 所以结论就是 拜登是要嚇阻战争 但是我得回应一下 我们有位军系立委 讲得很好 他说无论如何呢 我们必须号召 台湾的爱国青年从军 展现捍卫台湾的决心 中共现在随时随刻 在提醒战 在寻找战机 在等着说 在有什么时间 给它打台湾 所以台湾呢 我还再说一次 蓝绿双方呢 各退一步 相忍为国 所以 我会还在无论